Hello 各位歡迎收看咸輝的頻道 每年的十月中廣州都會召開秋季的廣家會 到今年都持續了67年 吸引了很多很多海外的客戶來進行商務的黑客 為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而最近的六年在同一時間 在廣州都開展了另一場城市 為古老的養成增添了幾分新鮮的活力 而這場的城市就是今次說的 廣州卡世國際精品咖啡文化節 來到2024年 這個卡世系列都開展到第六個年頭 回想起第一屆時 還好像剛剛發生的一樣 想不到這個本來好像不太受注目的活動 可以搞到今時今日這麼誇張 因為第一屆就是在天環搞的 就拿了十幾二十個攤位 現在就在廣州標誌性的建築物裡面 海參沙舉行 這個我猜當時都沒有人會預料得到 海參沙的咖啡紙都開了這麼久了 今年真的真真正正的被人感受到 有天福地的變化 就是今年的門票變了十五元一張 還沒喝才給了半杯的錢 明年不知道會不會去到二十呢 還有今年最壞的是七點就不讓人入場 所以牆在八點已經開始有些落板的感覺 真的很浪費這裏的環境 講完反天福地的變化 我們就要講一下真正發生的變化 今年的咖啡節才對得起 國際精品咖啡文化節的名額 因為今年真的有很多中國大陸以外的參展商 都在參展 加拿大、馬來西亞、韓國、澳洲等等 一共有十幾間 只是這些海外的參展商 已經差不多有第一屆舉辦的 所有參展商一般 有這麼多的境外參展商 都在第一次 要知道廣州的咖啡節 除了廣州本地的店之外 最多的參展商就是 來自隔離的佛山 然後就是深圳、東莞這些省內城市 而省內的參展商 基本上是上海為主 加上北京和其他三個城市 可以在這裡看到中國大陸以外的參展商 真的不錯 因為你要知道不同地區的咖啡風格 都是不一樣的 國內的就相對容易體驗一下 去玩幾天就大概可以知道 國外真的有點難 畢竟溝通 對於很多人說到一個問題 來這裡你就能夠體驗到 但是去體驗的價格 就有一點難種 說得好聽一點 買的都是自相稅 當然這些境外參展商的產品 除了貴之外 口味也不一定百分之一百 適合你的 有沒有方法可以找到 也不適合自己口味的豆 和沒有浪費15元的門票 有 可以去參加杯測 今年的咖啡節 我覺得最有誠意的就是這個 它有很多杯測 三天內每天都辦幾場杯測 當中免費的 是佔大多數 你報到什麼就可以了 而且基本上 都是給你一些好豆 你去試 加上這個 是一個來自巴馬莊園的豆 約6-4.5元 你真的要回本 就去參加杯測就可以了 不過要回本 這些行為真的有點離譜 不過講看又講 咖啡節的杯測 跟平時在店裡有不同 在這裡注水後 不能讓你去問 直接破測 然後就開始試 你聞不到那隻豆沖水後 散發出來的味道 還沒時間讓你試一隻豆 然後再試一隻 畢竟後面有這麼多人 搞這麼多東西 會影響到後面的風味 隨著加上這些精品咖啡 越來越普及 很多人真的不滿足 只是出店裏補充咖啡 在家裡也要來 而這個越來越大型的咖啡節 當然不會忽略這些群體 就開始賣咖啡杯 多了一大堆手毛機 再加上的飲食機 越來越滿足到 也會有不同的需求 像這些牌子 平時看得多 很多不大型的店都會用 你平時中午吃完飯 隨便找一間店 最低限度補充咖啡因 就是在兩個洞裡出來 但你自己去做 你試過嗎? 這裡就有得試了 當然這些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會做 每個人都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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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種體驗 比在琴琴上 在琴琴上 吹水 好很多 畢竟自己試過 通常我們討論咖啡的東西 都是討論豆的風味點 如何磨好 如何充補好 大多數都是補充咖啡因的流程 但很少會討論 貢獻完咖啡因後 剩下的東西 如何處理 今次的咖啡節 就是一個這樣的攤位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 因為它是賣的 用咖啡渣混合 可降解材料造成的杯 或者食品之類的東西 十分環保 那些咖啡渣 除了種花之外 是另一條出路 遙山一變 成為一隻 裝咖啡給你喝的杯 真是做到可持續發展 這種攤位 真的很少在咖啡節裡 我覺得應該更多的攤位 才對 因為在一個 屬於多生一代參與的 新興產物裡面 推廣環保 是可以更好地 傳遞給下一代的人 畢竟保護地球 其實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而且這件事 是要一代一代人 堅持這樣做下去的 廣州的咖啡節 已經做了這麼多年了 它真的可以出盡到 精品咖啡的發展 因為通過這個活動 真的吸引了很多 對咖啡 本來深大深小的人 去真正的認識 也不要 不管 其實在這裏看到 很多過來湊熱鬧的人 平時都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改變了很多人喝咖啡的習慣 我猜很多咖啡店 只有十年八年的朋友 很多都是像我這樣 從星巴克那裏轉過來 我買星響卡坑才七十九萬一張 看著那些獨立咖啡屋 慢慢地發展到 形成集序 再到形成產業 現在他們基本上 成為了我們身邊 不能忽略的一件事 但是咖啡這件事 可以在這裏傳播開去 成為產業 都是因為它們融合了文化 而廣東的咖啡文化 就發展得十分好 都成為了中國其中一個 主要的咖啡酒 都是為了一個 可以和每塊咖啡文化 比味的態度 為什麼呢? 因為廣州和佛山 這兩個港府文化核心盛市 裏面很多咖啡店 都融合了寧藍原作 而這種融合是由外到來的 很多啡友去外地旅遊 都要遇上咖啡因 而當你們來到廣東 就肯定會去找有當地特色的店 而當你們來到這些特色的店裡 連上電的時候 就有機會接觸到另一個文化 因為拿鐵上面的拉花 是一個很聰明的屍頭 而且這兩個地方 很多咖啡店 特別是那些歷史的店 都可以在舊區裡 十分好地融入了平時的生活 令到很多人都可以平靜地享受 所以廣州和佛山的咖啡店 在廣東裡是最好的 因為這兩個地方會互為補充 一個地方缺乏國際元素 另一個地方是領南元素 所以卡細咖啡店 基本上都是 每年都是佛山搞完就廣州再搞 但今年佛山的咖啡店 搞得很差 沒有展現出應有的領南風情 而且深圳那個 其實都不算咖啡店 嚴格來說應該叫做 咖啡豆交易會 六年的時間裡 看著產業的發展 都見證著咖啡店的變化 咖啡店在拆展的規模 真的變得多元化 場地的布置都變得越來越好 但始終都有點不足 但其實這個不足 跟舉辦方沒有什麼關係 反而跟參展的店有關 因為在這兩年的咖啡店裡 少了很多品鑑裝的咖啡豆 之前是幾多的 一袋50克的豆 裡面有五種不同風味 不同處理手法的豆 比你五次上電也有不同的選擇 你說多好? 但加上這些是絕跡 你要體驗到五種不同風味 你只要買五種不同的豆 花費比以前多了不少 最重要的是 你不知道五種不同的豆 是不是每一種都很好喝 如果你發現第一口不好 你只要剩下那些 可能不想喝下去 弄得整個包都浪費了 而且加上咖啡店真的好熱 外面三十多瓣 下一圈就新水新汗 而且又多喝 一年比一年多人 一年比一年熱鬧 都證明了這個曾經的柏萊品 變得越來越本土化 因為普及了才會多人參與 我們上一輩都喜歡喝茶 到現在開始慢慢喝咖啡 主要原因是這些東西 當然買得很方便 以前哪有這麼多這些東西 而且都不便宜 加上咖啡店也是 其中貢獻最大就是雲南 因為國內需求大了 經常進口不如自己種 又不是沒有條件去做這些東西 所以加上雲南弄得越來越多 而且品質也越來越好 而這些都是行業壯大產生出來的效應 所以不要經常去妖魔化 喜歡喝咖啡的人 雖然某些人 確實是會產生某些問題 但整體來說 都是促進了中國的一個生產發展 而且一定程度上 都帶動到西南地區的經濟 好,這次的視頻都到這裡 希望你們有空無聊的時候 都可以去試試這件事 希望各位都可以 點贊或者分享一下這個視頻 最好就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拜拜! 再見